自從上人提倡我們要落入社區之後呢 那警專的一個慈情社的互動就落在我們這個協力責任上面 那因為我的先生又在警察專科學校服務 那我就覺得這就是我應做的 即使你都沒說話他也會很開心 我們在帶領慈情社的時候 我們盡量讓他們感受到我們這些媽媽們的愛 那假日的時候再陪他們去做志工 尤其我們到老人院跟老人家互動的時候 他們對於陌生的爺爺奶奶都可以如此地去尊敬去照顧 所以他們更積極地會跟家人還有爺爺奶奶做互動 這些年輕人能夠這樣子為善為愛而付出 那也很希望說自己的孩子如果能夠加入慈情社那有多好 我覺得這些孩子他們就好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樣 我願意把我這些我的愛與關懷呢 由藉由他們來傳遞給更多的人 環保有安養樂還有做醫院施工等等 上人說社會上如果多一個好人 那我們的社會就是更安定了 那更何況未來的警察他們的心都調補得更柔軟 相信我們的社會是更安定的 我們下人到下次見 我們下人到外面 我們的社會 Our心動輸了 我們下人到處都是 flow的 我們下人